磁都景德镇的瓷器究竟好在哪里 你知道我们景德镇的瓷器 它可以做到薄如纸 水城威尼斯又有什么让人惊叹的手工艺品 大师就是大师 不是你随便两下能学会的 怎样的美食让他们如此感慨 恐怖食物 黑暗料理 不像是食物 什么乐器能引奏出这样的声音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两座古城 开启一次匠心之旅 城市一对一 发现城市魅力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对于画的这两个城市 它们有一个相同支点 就是它们的手工艺品 都是名阳四方 这两个城市分别是 中国的磁都景德镇 和意大利的水上之城威尼斯 我来介绍一下两位对话的嘉宾 分别是景德镇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赵一慧 赵一慧 欢迎一慧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北京电视台记者汪洋 欢迎汪洋 你好 这样我们两城对话 就先从景德镇开始 来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景德镇 一说起这里呢 相信你首先想到的就是瓷器了 你看啊 这座珠山大桥的两侧呢 都有这种青铜雕塑 它们所展现的啊 就是景德镇制瓷的72道工序 那么这一座呢 所表现的就是烧窑 那我身旁的这条江呢 叫做昌江 它呀不仅仅是景德镇的母亲河 同时啊 在过去的时候 这里的瓷器就是通过这条江 走出这里 运向世界各地的 那么今天啊 我就带您一起走进瓷都景德镇 一起去感受这里的瓷文化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有大约1700年的至瓷史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座专一的城市 来到景德镇 您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它对陶瓷延续了千年的专注 和生生不息的工匠精神 景德镇生产的日用瓷品质上乘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2014年APEC峰会中 都使用到了这样的瓷器 更有意思的是 一些外国政要 也曾来到景德镇定制陶瓷 这个就是我们2005年 给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夫妇 算是会念定做的纪念词 那是他们亲自来到景德镇 然后挑选的这个花纹和设计吗 对 背面还有他们的签字的 这看似普通的瓷器 竟能让美国前总统着迷 它究竟好在哪呢 像我们景德镇的瓷器 它可以做到薄乳纸 你看一下 哇 真的 对 在那个灯光下 它就跟纸一样的薄的透光度 它可以做到深入器 我敲一下那个瓷器 你就知道了 哇 真的呀 它是有回声的 对 它有回声的 而且它还做到什么 白如玉 还明如镜 它的亮节度 跟镜子一样 对于很多景德镇人来说 瓷文化早已渗入了 他们的生活 好 一说景德镇 中国人都知道 这是瓷都啊 你从小就接受 这样的瓷文化是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那儿有个特点 就是大概就是 网上翻三代 就是爷爷伴什么的 或者是甚至是阿姨啊 大伯就这一伴的 他们都会从事 跟陶瓷有关的工作 反正我家是这样 没买过碗 窗底下全部都是碗 因为很多人 他们以前从事 这个相关的工作嘛 以前在瓷场 可能生产这个嘛 然后发福利啊 逢年过节都发碗 就蹴了又拿个新的 蹴了又拿个新的 那真是阔气啊 吃饭的时候拿着碗 呦 这碗花人不太好看了 啪 再来一个 就是这样 除了日用词 景德镇更有造型精美 工艺复杂的艺术词 他们利用时下 最先进的制词技术 和艺术手法 力图将传统陶瓷制作 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我们在这个工艺上面 还有颜色工夫上面 采用了这种粉彩 还有一些中国绘画的 这种更加精致的这个计划 这些新尝试 也给景德镇陶瓷 注入了活力 像您现在看到 咱们桌上这个杯子 它就是咱们景德镇 四大名词中的粉彩 您摸摸 您看看 这是你带来的 这是我带来 这次特地给咱们带来 对 还以为贵节目预算上来了 还这么好杯子呢 我们舍不得 您摸摸它都是那个 立体的凹凸的手感 然后每一朵花您再看看 很小有些 然后花锐啊什么都有 然后它都是用手工 像针一样一笔一笔地 抠上去的 而且它很精细 这么小一个瓷器上面 画了多少朵花 我还算不清了 这个挺漂亮 但是我觉得少一样东西 少一个茶盏呢 配套呢 我配个大的送您好不好 我这儿有个大的 有大的 这么大 那行 那行 好不好 公开的收个礼物 实在不合适啊 没事 我看看啊 没事你不舍得我要 这个大 抽象派的 一个盘子 对 背后是赵小姐的签名 赵仪慧 大师作品是不是 这是这位大师的作品 你这些我看一下 这赵大师的作品 我还没看明白 它像是手掌 我说它是针鸟 象征着和平 这鸟毛都全炸起来了 这鸟有点生气 因为当时这个 这个跟创作背景有关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嘛 然后咱们去那个 陶艺基地做这个瓷器 第一次接触 真正去做它 然后做了半天 我也做不出一个 特别像样 特别好看的 我就生气了 然后我就愤怒的小鸟 我就啪给趴上去了 然后我这么想的 以后出名了 这肯定也是个佳作啊 没出名 就当它是只鸟吧 我还是笑纳了 笑纳了 家里正好缺一个猫尸腾 领略过了景德镇瓷器之美 接下来 您可以跟随我们的记者 走进古瑶民俗博览区 在这里跨越历史 体验世界上最古老的 制瓷生产线 这里是古瑶内的 手工制瓷作坊 在这儿呢 您可以看到 传统的制瓷工序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老艺人们 他们的平均年龄 都是在七十多岁了 赶紧跟我一起去偷偷诗 看看这景德镇的瓷器 是怎么做的 您现在看到的 就是制瓷中 最基础的一道工序 拉批 这位师傅 今年已经有81岁了 但他拉起批来 动作依旧沉稳贤熟 我们的记者在一旁 也早已看得越越越试了 您看啊 现在师傅教我的这一步呢 叫做拉批 您看您看 我要手这样呢 它就是个盘子 就这样啊 它就是个碗 怎么样 还是挺厉害的吧 你就咬咬 弄坏了 盘子和碗都做不成了 拉批讲究的是 手随拟走 拟随手便 只有手法和力度 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才能做出造型精美 薄厚均匀的瓷器 画批是陶瓷艺术的 另一个亮点 一般是用这种 矿物质颜料 在批体上做画 它的难度在于 行笔时 要控制好力度和速度 才能保证 画出来的线条 优美流畅 不会孕染 哇 师傅画得好快呀 一转眼的功夫 这一个碗就画完了 我能试试画这碗吗 可以的 太好了 我也试试画一个 师傅画得快呀 我觉得我能比它更快 你看 师傅画的呢 是代表景德镇的试花 茶花 我画的呀 是代表我的名字 安妮呀 你可真是太会偷懒了 画好的瓷器 就要拿去上诱了 师傅啊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 我觉得您这试诱的过程 还挺简单的 我能试试吗 没 石油工艺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是很难掌握的 一个步骤 过程中要做到 劈体的外壁 均匀完整地进入柚中 内部却不能留情一点 石油人对平衡的拿捏掌握 必须极为精准 没想到我第一次石油 还挺成功的 还有点不匀 不匀啊 不过至少我自己弄出来的 那这师傅 这花都没了 消耗一次 烧制景德镇瓷器 需要超过1300度的高温 烧好的瓷器 还能发出这种神奇的声音 我们现在也经常去参观 那些老的瓷窑址吗 看一看 会去看 因为虽然我是本地人 经常接触 但每一次看 还是觉得很神奇 对 我觉得那些老师傅 都太厉害了 您看那个视频里面 提到的一些老师傅 他们那些手工制作 那个战佑 我就觉得平衡得把握得多好 是 还有那画匠 对 一笔画一圈 对 很神奇 你看中国这个古词呢 汝关歌定君 除了这五大名谣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谣旨 为什么把景德镇叫瓷都呢 咱们那个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 昌南 我们以前叫昌南镇吧 对吧 在景德镇之前 然后呢 咱们那个中国的英文是 虽然 然后瓷器的是 小写的虽然 然后他们就说 虽然 昌南 虽然 昌南 是这么来的 说咱们中国 虽然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个是没有经过一个核实的这种坊间 可能景德镇出于对自己瓷器这种自豪吧 大家就往这方面想 但其实实际上呢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那儿有一个叫高岭村的地方 发现了一种叫高岭土的物质 然后它加入到那个瓷泥当中呢 瓷器烧制的就特别的好 细腻啊 白净啊 元代呢 成吉思汗他们是上白的嘛 他们蒙古族 以白为籍 然后咱们景德镇的瓷土 烧出来的瓷呢 特别的白净 然后就特别受到这个元朝皇帝的喜爱 再后来呢 明清呢 就变成御谣厂 就一直给皇家烧造瓷器 您想啊 一个给皇家烧造瓷器的地方 它能不叫瓷都吗 据史料记载 景德镇制瓷叶的繁荣 是从宋代开始的 历史上这里制作的很多瓷器 都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 我现在是在位于景德镇室内的 中国陶瓷博物馆 在这里呢 您可以看到很多 景德镇不同朝代的陶瓷 这个呢 就是当时宋代的一个代表瓷器 清白又晚 你看它的右色 清中泛白 白中显清 也被称为假玉器 当时宋真宗皇帝赵衡 就是非常喜欢这种颜色的瓷器 所以说 就将它的年号景德 赐给了我们景德镇 这个呀 就是我们元代的代表 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一件清花瓷瓶 我们都知道元代呢 是蒙古人称帝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非常喜欢蓝天白云这种颜色 所以说 他们对这种清花瓷呢 就情有独钟了 明清两朝 是景德镇之瓷叶 最辉煌的时期 特别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这里制造出的瓷器 工艺繁复 颜色千变万化 堪争一绝 民国时 景德镇之瓷叶 又有了新的变化 这个也是瓷器吗 对呀 这个就是民国时期 最流行的瓷板画了 这个时候呢 人们已经不仅仅注重 瓷器的实用价值 而是更加地注重 它的艺术性 这也是景德镇的一大特色 其实呢 这个景德镇呢 我知道呢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艺术创作之地 艺术发源之地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年轻朋友 愿意去景德镇呢 去那体验一下这样的氛围 来 我们看一看 这里是景德镇的 乐天桃艺创艺市集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呢 这里都会聚集大量的年轻人 以及桃艺爱好者 他们也会在这里出售一些 自己创艺制作的陶瓷制品 哎呀 别看他们现在年轻 每周以后啊 将会是陶艺大师呢 赶紧跟我一起去陶一陶 乐天桃艺创艺市集 位于景德镇新厂东路的 标速瓷场内 在这里出售陶瓷制品的年轻人 大多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 一般只有在工艺创艺上 都有独到之处的作品 才能被摆上市集的摊位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像放在小瓶子里的小盆景 好可爱啊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 都是手工做的 你怎么想到 用做这种小盆景的呢 因为城市里面 希望清净绿色嘛 就是这个我做的 都是比较小清新的 哎 你看这个 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杯子吧 在里面 在喝水的时候会发现 它有一个豆子 而且是发芽了的 那像这种东西 是多少钱一个呀 这个一套卖的母席 那这种小盆景呢 小盆景 这个是石块 在乐天创艺市集 你会惊讶于陶瓷 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模样 而这些痴迷陶逸的年轻人 也借由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到自己的心想法 除了这些大学生 还有另一批很独特的爱好者 也会来到景德镇 您知道他们是什么吗 大学生来到景德镇 也是发挥他们的艺术想象力 也是跟陶瓷有关 是吧 对 汪洋要是有机会去那儿的话 有没有兴趣 捏塑几个你喜欢的那种艺术作品 我特别有兴趣 而且我刚才看那个小片里 好像大家做的一个气形 不太是传统的样子 是吧 对 他们有兴趣了 对 还有人物形象都有 我觉得这特别好 因为我之前去过苏州 苏州它也是做橄榄湖的湖雕 也是一群年轻人 手艺还是老传统的手艺 但是也是开始创新 原来是雕罗汉 现在雕个什么机器猫 什么的 我们那也有大白啊 很多年轻人的想法出来 我觉得他们这个瓷器 也特别像那种 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的 一些新的想法融进去了 对 那么问题来了 刚才说不仅大学生去那儿了 感受这种艺术氛围 发挥自己的想象创造力 还有一群人 还有什么人去那儿 来做这样的工作呢 还有很多的 我们说的景飘 又和咱们这个北飘 只差一个字 景飘 对 咱们叫景飘 因为以前景的镇 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因为我们工匠 从八方来 很多都是从外地来的 但现在不仅是 很多从外地来的 不是工匠了 现在已经是艺术家了 很多从外国来的 外国来的很多朋友 艺术家朋友 他们可能之前从事这个绘画 什么油画各种 但是来了这儿呢 他们对这个陶艺 又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这种国外艺术家 来了咱们景的镇 也给咱们景的镇 带来了一些新的灵感 然后同样 他也把咱们景的镇的瓷器 带到更远的地方 是 好吧 这是景德镇 景德镇这个手工艺品 就是著名的陶瓷 为中国人所熟悉 为世界所熟悉 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威尼斯 那也是世界文明 被称为水上之城 除此之外呢 他们那的手工艺的作品呢 也很精美 来看一看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 它由118个小岛 177条水道 以及400多座桥 共同组成 是世界文明的水上都市 来到这儿 您不仅可以乘坐贡多拉 在水城徜徉 走进欧洲最美客厅 圣马可广场 更可以乘船 来到距离主岛 1.5公里以外的 穆拉诺岛上 欣赏威尼斯 享誉世界的玻璃制品 穆拉诺岛 也叫玻璃岛 它以出产玻璃制品 而闻名一世 随意在岛上游走 你会发现 九连街道上的装饰摆设 也都是由玻璃做成的 摩拉诺岛制作的大多是彩色玻璃 颜色丰富多彩 制作工艺以拉斯热素为主 据说在过去 这里主要生产的都是一些日用器皿 但随着时代发展 工艺装饰品等也日益受到大家的青睐 其实这个小岛在13世纪以前 只是一个普通的岛屿 1291年之后 却迅速崛起 成为了世界玻璃制造中心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都知道 威尼斯有很多的岛 但这座岛上是专门做玻璃制品 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岛叫摩拉诺岛 但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玻璃岛 因为刚才我在听景德镇的时候 我特别感兴趣一点 就是他说景德镇是一个 特别开放的城市 然后他会把很多喜欢瓷器的人 吸引过来 对 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比如说一些大师 有一些特别高精尖的技术 他会交给外人 怎么说呢 咱们景德镇确实是一个 传统手工业的城市 父带子的这样一个关系比较多 但现在也会有那种 收其他徒弟 但是相对来说 家族去做这个事情 还是多一点 对 我就觉得应该也是这样 因为威尼斯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 单独一个玻璃岛做玻璃的 道理很相似 就是最开始在一千多年前 威尼斯就以这个玻璃制品出名 当时整个欧洲的王公贵族 说我家里有威尼斯 手工匠人制作的这个玻璃制品 就跟现在说在景德镇 我有一个某个大师的作品 各家里是一样的 就是价值又高 还特别有面子 就这种东西 然后但是威尼斯这个技术 也是相对保守的 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是我们独有的 官方有一个解释 我听说的是说 因为它也是需要烧火来做这个玻璃 而在威尼斯本岛的时候 因为一些工厂没有保护好失火了 烧毁了很多房屋 所以当时政府为了怕 这个火势再继续发生 再蔓延 就把整体所有的工厂 都迁移到旁边的这个离岛 就是摩拉诺岛上 这只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 我个人更相信一点 他说的是 就是怕这个技术外传 一个岛 与世隔绝 对 与世隔绝 把所有这些高精尖技术的匠人 全都给你搁在这一个岛上 所以才会形成这么一个独立的岛 穆拉诺岛上 不仅有出售玻璃制品的小店 还有很多现场制作玻璃制品的 手工作坊 如果感兴趣 您可以走进其中 亲眼见证一下 这些精美的玻璃制品 是怎么做成的 稍造玻璃制品的熔炉 温度一般都在1000度以上 玻璃匠人需要用这种长吹管 将玻璃溶液 吹成想要的造型 然后再用镊子等工具 进一步捏塑 在整个过程中 吹制的力度 玻璃溶液的温度 和捏塑的手法 都十分关键 威尼斯传统手工艺人 往往可以在这几者间 实现完美的平衡 做出让人惊叹的作品 如今参观穆拉诺的玻璃作坊 购买手工玻璃制品 已经成为许多游客 不能错过的体验 我想的汪洋去玻璃岛 应该没有空手回来 买些东西还是参观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 想买一些好的作品 然后又不想被忽悠 一定要去找前店后厂作坊值 因为很多工匠 他在这方面 还是有一些工匠的精神在里面的 对 工匠精神 他会觉得这是我的作品 对 不只是金钱那么简单 对 比如说我去一个小店 我是前一天晚上去那小店的 我去的时候 威尼斯关门很早 小店 基本上五六点钟就全关门了 我去的时候 已经他在收拾东西 要关门收拾呢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小的玻璃的戒指 特别漂亮 我就想买 但是因为当时标价很贵 那个小戒指要80到100欧 我觉得有点贵 我在犹豫买不买的时候 人家已经开始 就是不好意思说你走吧 但是已经看到笑笑 开始拉窗帘 收拾东西 然后回去换衣服 最热的是 他们享受生活 他们 咱们是上班穿的 西装革履的 下班穿休闲 他们是在店里穿的特休闲 突然一转眼 小伙穿的西装笔挺的 要去约会了 然后说先生您走吧 我关门了 我说我想买这个 他说我不卖你了 我关门了 明天早上几点你再来 就是他这个 有钱不赚 有钱不赚 就是他那种更像精神 第二天我在去的时候 这哥们就一直在那 自己制作的 然后来客人 他也不招呼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昨天 我就是想买你那戒指那人 我来买了 他说好 他说80 我刚想跟他砍价 但我突然发现 旁边有一小牌子 昨天可能是因为他着急 收东西 收起来了 上面用各种语言写的 不要砍价 就是我不多用钱 中文怎么写的 就写的是 弄打折 不打折 写的是弄打折 知道中国人最爱打折了 谁砍价砍谁 就是各种语言写的 不要跟我砍价 后来我 当我花这个钱 我就买了 我也没好意思跟他砍价 但我跟他聊 他说 我觉得这东西 是我的一个创意 是我的心血 这个东西 是我的价值在里面 如果你去把它打折了 就是把我打折了 说的也很有道理 看来要去买的话 那就去那种 前店后厂那种小商店 去买玻璃制品 而且最靠谱的是你亲眼看见 他手工做出来一个 你说我就要这个 让他给你包起来拿走 定制一个 定制一个 这是最靠谱的 好 这两个地方我们一听 还都是的 这个艺术创作者 对自己的作品 那是从发自心里来说 它是一种真爱 是吧 每一件艺术作品 小孩没有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其实这里面呢 蕴含了多少 他们的这个良苦用心 景德镇有怎样的美食故事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贪吃 这个鱼头斗中 就跟起来 好吵 你知道吗 威尼斯的什么食物 被称作黑暗料理 恐怖食物 黑暗料理 不像是食物了 对对对 城市一对一 正在播出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 再回到景德镇 尝尝你们那儿的美食吧 好不好 来 看一看 景德镇不仅有瓷器 这里的美食 也能让人垂涎三尺 欲罢不能 看看安妮又找到了什么 谢谢 您看 这就是景德镇的冷粉了 赶紧尝尝味道 这粉好滑呀 而且还挺有嚼劲的 你看 看似没什么辣椒 但是后劲好辣呀 像这样一碗料又足 又好吃的冷粉 才卖四块钱 这是挺划算的 这就是饺子吧呀 怎么卖的呀 一块钱两个 给我来一块钱的 你看 长得就跟饺子是一样的 很香啊 你看它那馅是韭菜和豆干的 很香 而且这个外皮特别滑 糯糯的很好吃 这就是炸清汤 没想到是这种炸小馄饨 还头一次吃这个油炸的 尝尝味道 还要蘸上这个小料 听到声音了吗 特别都酥脆 再来这个料是有些酸酸辣辣的 而且这个馅呢 是纯肉馅的 特别好吃 吃过了这么多小吃 还有一道美味是几乎每一个到过景德镇的人都不能错过的 那就是鱼头豆葱 这个呀 就是您来到景德镇不能错过的美食了 鱼头豆葱 你看一看就知道这主角是鱼头 我们先来尝尝鱼头的味道 别看这鱼头蛋 这吃起来特别的嫩 一点都不老 这味道呢 可以说是咸辣鲜香 再来尝尝这豆葱 您看这豆葱啊 特别像我们北方的豆泡 但是它的形状不太一样 是长条状的 这口感也大不相同 它呢 相对于豆泡会更加的嫩 更加软 尤其是当你一口咬下去 这豆葱里的鱼汤啊 就会涌到你的嘴里 特别的香 鱼头豆葱的做法并不复杂 将洗净的鱼头 放到油锅中两面炸透 之后加水烧熟 再放入豆葱 辣椒 姜末等调料 起锅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吃了 不过我听说呀 这豆葱呢 并不是原产于景德镇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 景德镇的特色美食当中呢 鱼头豆葱 是 别说吃 听都是第一次听说 你是经常会吃这道美食吗 对 咱们也不能说经常吧 这也算是一道大菜 平时呢做的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逢年过节什么的肯定是会吃 吃一回 也没那么夸张 现在生活条件挺好的 然后这个您看到里面的豆葱 您听过吗 头一回听说 头一回 据说不是咱们景德镇原地产的 从哪传过来的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是工匠从八方来嘛 然后就有很多是外地的 然后其中呢 像都昌 婆阳 这个地方的人比较多 然后豆葱呢就是都昌的一个特产 然后呢 婆阳 您知道 婆阳湖嘛 对吧 婆阳人肯定是爱吃鱼的 然后这两个地方人都来了 然后各自带着特色的感觉 然后就融合起来 就像咱们景德镇一样 融合了这么多人 就有了这道菜叫鱼头豆葱 听起来挺不错的 对 真有那么好吃吗 对 我小时候有一次 吃饭吃得好好的 我突然就想到这菜了 我就想吃了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想吃那个鱼头豆葱 然后我妈就看了我一眼说 女孩子 不能好吃 我想起来了 就会给你做的 然后我就开始等待了 一直等 等了一周 然后我说 妈 您想起来了 然后我妈就特别坏 我妈说 本来想起来了 现在忘了 我的心就掉地下了 然后我妈又介事又教育我一回 说女孩子不能好吃 对 会被别人骗走的 好 然后这个事 不被别人骗走的 对 我妈说女孩好吃是一种 特别不好的体系 是 以后因为就一盘一周 豆葱就跟人走了 但我觉得她说得也太狠了 然后她希望 可能从小希望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然后但是过了几天 其实我还是吃到了 我后来才知道 我就是当时跟我妈说 我想吃的时候 我妈就已经打电话 托人去给我把这个豆葱带来了 但是只是那一周 他们都没空过来 但是我妈希望的是 我不要惦记着这个吃 不要是一个吃货 不然我怎么那么瘦 是不是 以后确实 你对自己这个饮食控制 有影响吗 我觉得有吧 不然我怎么那么瘦 是不是这样 我妈很胖 我妈反而自己很胖了 我妈一百三十多 别暴露你妈的秘密 我错了 就是妈妈 确实是一个经验之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是议会 就是我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贪吃 然后这个鱼头斗中 就跟你爸好 你知道吗 可能这是一个 吃成现在这个样子 背景有一个爱情故事 是不一定的 威尼斯的美食呢 我想是不是跟海水有关 来 咱们看一看 身处亚德里亚海中的威尼斯 饮食上自然少不了海鲜 随意走进这里的市场 您都能看见 各式各样的鱼虾琳琅满目 除了传统的海鲜美食 很多游客来到威尼斯 还一定要尝着 就要算这道墨鱼面了 制作墨鱼面并不复杂 只要将墨鱼段煮熟 加入新鲜墨鱼汁和香料 再放上煮好的意大利面就可以了 虽然从外观上看 这道菜并不算诱人 但却有很多人对它情有独钟 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这他们吃的确实是比较奇特 把面做得这么黑 对 哪有食欲 我觉得很像蚯蚓 您觉得像蚯蚓吗 我觉得很吓人 我觉得 恐怖食物 黑暗料理 不像是食物了 对对对对 好像我经常给你们推荐的食物 都不太淫得起你们的食欲 对对对 你自己觉得合适吗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为什么他们会把面做这么黑 这个面叫墨鱼面 对 那个黑是墨鱼汁调的 那它可以不用放墨鱼汁啊 它可以放别的 比如番茄汁啊 是吧 或者是 凭良心说啊 我是去之前查了攻略 这是威尼斯 特别有代表性的一样美食 叫墨鱼面 我是冲着面找着去的 但我如果是不知道 直接到餐馆 就看到了这么一块面 我估计我不会点 你吃完之后 那个口感如何 说实话 我是有点闭着眼睛 往里吃的 我觉得看着就不好吃 而且我觉得墨鱼汁 这个墨鱼身上挤出来的汁 它肯定腥啊 我觉得应该是苦 但是我吃到嘴里之后发现 不是 它那个墨鱼汁啊 到嘴里没有任何怪味 而且那个腥味其实也没有 就如果你不是看着它是黑的话 你吃到嘴里就是很鲜的海鲜面 吃不到任何怪味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染色能力太强了 你吃完之后 嘴是黑的 你所有的嘴唇 舌头 牙齿 全都是黑的 而且要竖很多遍才能竖得干净 就我当时吃完之后 一说话说是说 你怎么跟中了毒似的 就整个全是黑的 很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魔鬼汤 对 你还别着急 先是这个牙嘴都是黑的 慢慢这嘴就会肿起来 会不会 那就事儿大了 那估计厨师在后边干什么了 没有这个墨鱼汁 我觉得里面应该是含一点 微量的这个什么 毒素 没有没有 但是你在那个威尼斯街头 特别容易经常看到 这个人如果是吃了墨鱼面出来 你一眼就能看见 就你经常看 走着走来 一人嘴是黑的 刚吃完出来 特别明显 墨鱼面 咱们有胆量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会去吃吗 我应该会吧 就大概带一点美白牙膏什么的 去刷一刷 没那么严重了 一个人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 您听过这种神奇的声音吗 你看 很神奇 我也觉得很神奇 对 威尼斯狂欢节上 又有怎样的趣事 你哪怕我带官二爷 还是带二只兄合适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好吧 那吃饱了喝足了 再来聊一下我们景德镇 景德镇呢它瓷器之都 我觉得呢 景德镇还有一种呢 瓷器衍生出来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定要让议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很有意思 来 请看 您听得出来我敲的是什么曲子吗 什么 这么好听您都听不出来啊 其实啊 我也不知道我敲的是什么 不过这景德镇的瓷器啊 是真的能敲得出 您耳熟能详的乐曲的 不信啊 您听 您听 这瓷器是不是特别的好听 那这些呢 就都是用景德镇的瓷器来制作的乐器了 这个呀 叫瓷边钟 那这边这个呢 就叫做瓷边庆 你看 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瓷二弧 您再看这个 这是用大小不一的碟子组合成的一个乐器 这个呀 叫做瓷欧 您好 这瓷欧是什么乐曲都能演奏吗 都能 那它是有固定音阶的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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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 Dore Mi Fa Sol La Si Do 我看这挺简单的 我应该也会 我试试看啊 您好 我能演奏出音阶了 这乐曲呀 我也会 怎么样 我演奏的也很好听吧 拿瓷器做的乐器 汪洋 你之前见过这样的演奏 从来没有 而且都出来不同的声音 对 很好听 能出各种音阶 就它能弹所有的乐器 它是因为这个 因为大小不同 而且这个叠口的 口言的这个角度也不一样 对 音阶高低就不同了 对 对 这乐器是谁发明创造的 这个是我们那儿 叫姚全荣的一个老先生 他发明的 他其实不是本地人 他是上海的 然后他上海人 第一次来到景德胜的时候 就震惊了 就说怎么景德胜 到处都是瓷器 大街小巷 地摊什么都是 然后他就挑瓷器的时候 敲一敲 声音真的 真的就特别好听 就声如庆嘛 然后他就在想 这个瓷器能不能做成乐器呢 然后直到后来他去看 他们那个瓷场里面职工大赛 有表演那个叫碗琴的 就是一样的碗 然后放水 通过水的高低多少不一样 敲出来音色不一样 但那个不算乐器 那个他因为乐器 是不可能靠水这种来调节的 对 他就想说做成一个固定的形式 然后也能敲出音乐来的 他有事没事就去街上看一看 找一找 然后找到最后像您看到那个小片里面 排出那么整齐的一个乐器 我们给他取得的名字叫瓷欧 像这些瓷器演奏的乐曲 当地人喜欢听吗 当然喜欢了 咱们像咱们小时候呢 也会去玩这种音乐 但是我们那个就像您看看我 这准备了一个小时候 小朋友玩的音乐 这也是一个小瓷器 和瓷有关的音乐 这是一个小鸡 对 公鸡 然后呢他们一吹 这些声音很奇特 是谁吹都能吹出这声是吗 是谁都能吹 你想试试吗 所以我吹了一下 再吹两声挺好听的 是不是特别好听 好听啊 你想你上学的时候骑个音车 这么吹着 后面有警车来了呢 都让了 他这个声音就是咱们这个瓷器做出来 这上面一个小孔 那是个音孔发出声音的 对 一般的口哨它不一样的 它这个瓷器 然后里面放水 我其实里面放了水 如果不放水 它声音它不一样 没那么好听 你看 很神奇 我也很神奇 我小时候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特别惊讶 然后好不容易拿来一个 就特别珍惜它 也挺好玩的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你 我帮小东先收着了 好好好 我们要是去景德镇的话 一定要现场聆听一下 用瓷器演奏的乐曲 好吧 我们来目光转向另外一个对话城市 威尼斯 这欧洲人呢 他平时好像比较严谨一些 但是一到节日 那就是狂欢的时候了 来看一看 每年的2月到3月间 大批游客会在几乎同一时间 涌上这座不到7.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庆祝它最盛大的节日 狂欢节 维尼斯狂欢节是世界三大狂欢节之一 流传至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 参加狂欢节的人们通常会穿上华丽的服饰 戴上精致的面具 扮成古时的贵族或优雅的公主 在威尼斯城中游走 对于很多人来说 加入狂欢节已经成为了 了解威尼斯文化最有趣的一种方式了 真热闹呀 老外过节日我发现 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们特别愿意凸显自我 对 怎么样能在这个狂欢节上 让你们都来看我 注意到自己 但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这个节日改变了以往 我一直就是只是看人家狂欢这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一到威尼斯 如果赶上了这个黄欢节 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自己也参与进去 因为 威尼斯他这个黄欢节 不是说必须得专业演员 或者当地人才能玩 是所有游客你都可以参与进来的 如果你要是提前做好准备 你可以在网上预约 或者去一些店铺预约 你可以租到一整套的这个华服 装备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我到那时候已经赶上了开幕了 我去的时候 店里已经租不到了 全预约光了 你可以到街上去买一些便宜点的小面具带 这实在挑不到合适的 我当时想说如果给我机会 再去威尼斯能赶上这个街 我会带一个京剧的脸谱去 对呀 咱自己带过去啊 美猴王啊 是吧 所以美猴王 对 都可以 哪怕我带一官二爷 你还是带二师兄合适 我当时我还真挑了一面具玩 实在挑不到任何合适的 终于找到一面具带一金边眼睛 我说这就当时大师兄吧 火眼金睛嘛 就凑合算混进去了 对 然后你在里面干了一些 什么样疯狂的事情 喝大了 断片了 真的是一个狂欢节 就是美酒 美食 美景 大家一起放松所有的心情 尽情地去狂欢 尤其是我觉得去的时候 一定要在圣马河广场 去看它那个酒喷泉 酒喝的酒做的吗 对 喝 它那个喷泉以前就一直在那 是喷水的 只有在黄春节期间 那里边是喷红酒的 是吗 不要钱 又收到钱了 那就可以这么就就着去喝是吗 可以 可以 但是现在它是这样 它是有一个围栏 把这个喷泉围起来 周围会有一些小的摊位 你可以花很便宜钱 买到这个红酒 我以为是人家养人 够着 我以为那喷泉就是大家都能去 然后能躺在里面 有人就睡在里边了 干脆 是不是那样 那我估计你挤不进去了 那他说的就是酒吃肉林了 是吧 你别说我当时 脑子里闪现的四个字就是 因为旁边还有卖炸肉的 炸个人吃的 酒吃肉林 我当时想酒吃肉林 原来就是这 对 真的觉得 我必须得融入当地这个氛围去 我就坐着那个红酒摊 旁边 后边就是那喷泉 就看着这美景 看着狂欢的人群 就一杯一杯 一杯一杯的 等我再醒来 已经是在宾馆了 谁把你扑回去 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我同伴把我拖回去的 应该 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酒也不贵是吧 很便宜 一杯几块钱 一两欧元 很便宜 我当时就想到 你一定会喝醉的 因为这个汪洋呢 是得着那个便宜的 他就可劲地吃喝 对 而且我酒量特好 不喝正好 一喝酒大 对 因为我觉得呢 如果去一个地方 能参与到其中的一些 文化活动的话呢 你会对当地人 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对 会知道他们那个人的 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和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 今天聊得很开心啊 这两个城市呢 景德镇和威尼斯 我估计有些朋友呢 可能去过 可能也了解一些信息啊 我希望今天通过 他们两位嘉宾的介绍 能发现这两个城市 背后呢 我们之前所不了解的一些 趣味和魅力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 城市一对一 品味城市魅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射线的豹市家族 为什么能获得七座牌坊 就不要说你赌博了 富人骂街都是不可以的 作为旅游景点的 射线的豹市皮革场 又为什么臭名昭著 有化学作用啊 我觉得 什么样的故事 让我们的嘉宾落泪 眼眶湿润了 对对对 特别感动 品尝该三宝和蜗牛肉 看最遇到的灰聚和摩洛哥舞蹈 城市一对一 带您走进两座千年古城